来到这个医集买榴莲挞 买了这个榴莲挞挞 我的最爱要拍给大家看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爱吧热肠 现在我们要去camping了 刚好路过这个Gara的小镇 我就顺便买一些这个 我童年喜欢吃的那个榴莲挞 这里全部你看榴莲树的碗 全部榴莲圆 不错咯 他已经给我们做了 一到这里 你看这里就 有干的 我们来到这个盐竹 这个营地 它是有分两条路 一边它拿来养鱼 养什么在后面那边 然后种一些滴滴大大的东西 后面这里是榴莲圆 然后这里你看它做物质 放container下去 可是弄成好像真正的物质 真的 整条路也是做到很舒服 整片你看整片有泡 所以进来这边 也不错啊 这个是一个新营地的 我的表哥讲说 这次我表哥带我来 我什么鬼都不懂 我就是跟他来不了 而且是last minute 他讲要不要来 OK 来他讲可以在榴莲圆里面做 而且我在这边现在 很香的榴莲味 现在已经有榴莲了 你看这里有椰子 榴莲 哇 诶 老板不在 刚才老板坐在这边 看这里就有榴莲 新的榴莲大大粒的 哇 这个老板也是 你害他榴莲的包盒 他就可以直接放进去冰球里面 好再带大家去看camside先 这老板 这是负责人的 他不是老板 他真的垫了 转转转去捡榴莲 然后现在是榴莲树到完 有大树 老树 跟小树 你看他的每一棵树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买标记 他们没有买标记 他们直接放号码 他盯下去的门牌 38号 要知道是什么树 诶 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可是老树才容易盯 我们年轻时候盯在下面 等下长高了 要看还要用望眼镜来看 他整片都是有一些榴莲树 别的果树参参 这个camside 不错啦 我今天不是单单来带大家看榴莲 虽然每一个看我的vlog的人都是看榴莲树 我今天是带大家来露营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也算是很有介绍 所以就 表哥就带我们来咯 来尝试在这个地方试试看住 也顺便拿一些经验啊 不错啊 这些老树蛮多的 有些还刚刚种了小树 这些全部都是老树 然后小树 刚才那个负责营地的人跟我讲 茂沙王爹完了 已经没有了 剩D24 他讲D24这里买啊 一盒啊 一盒500 半kilo啊 才10块钱 可能他也算是因为我们住camp 他给我们这个价钱啊 出去外面哪里买不到 今晚我们的camside在这边了 等下开始大camp了 好我们现在搬东西了 选好营地了 然后我们在那边想 今天会不会下移啊 他们就有一个 好像传说啦 就是如果你是心脏第一次开的话 还会下移 所以等下今晚应该会下移了 这是他的厕所 他是讲说 这里有热水汽 有马桶 有洗手排的 蛮大街一下的 他原本这里是要做民宿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用他的 虽然我们露营 可是我们用他的厕所 然后这里是一个亭啊 有风扇可以在那边休息 如果太热的话 那小孩子在那边做功课 我们才几个camp 满车的玩 这边满全部东西 什么东西你要有都有 煮饭啊 火炭啊 全部都有 是咯 你看我们东西超多的 没关系啦 快点大起来先 是啦 东西蛮多的 现在是时间是 十二点 太阳大大 要开始大camp 可是我们是选这些 比较遮阴的地方开始大 今天也不多人啊 这些我们 还有那边有机器 他们是昨天就开始 你看这个很可爱啊 放几多 sticker 很美一下叻 你看这个BBQ很可爱 他就那个 每次那个做ACON的 那个GAS桶弄出来了 不要尽管拍给大家看 你看他今天 他第一次要自己搭 我们在旁边就看他了 看他以后他会不会搭 他开新的这个camp 这个叫一秒camp 来 可以来 哇 搞定 可以睡咯 一秒camp 你看那个台要在铺 这个已经搞定了 可以睡咯 一秒 也不错 不过不防水啊 进水直接 放在天幕下面 放了 对啊 可能有时候有小孩子啊 这样 没有过夜的 哇 西北容易啊 这边喝冰了 苹果汁 然后看着他大camp 先不要帮他 先给他自己弄先 等一下才帮 哈哈哈 很值得 十二点大camp 师傅在叫徒弟怎样弄 然后我呢 就在旁边看戏 看师傅怎样骂人 你看那盐竹啊 他在这里里面 起了一间屋子也是很爽 所以这里是 有人住啊 就不会知道 可能很 硬生啊 还是很野的 camping 去哪里都一定要带我的 小可爱 坐在这边 有一只 坐着 看他们做工 我太坏了 等下去帮他 很热叻 一眨眼的时间 就上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东西搬进去了 休息先啊 等下才做物质 放椅子进去咯 现在我们要开桌子啊 不容易set up 了啦 三秒就做好了 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现在先做桌子 很容易吧 他左右开他 他做工 我休息 诶 出塞了 就好了 真的是超方便的 哦那个是卷的 在上面啊 我超爽的 这些全部我的 拿去榴莲圆装 我爸爸应该每天罵我 花时间装这个 不用做工了 之后再加上这个 超爽的 我跟你讲 就是来露营 就是有这种小小的东西 很帅的 锁上去 金得多 ok 好了 坐着 搞定 哎 现在暂时起好 先休息一下 那 太热了 可是还好有风扇 你看自己拿风扇吹他 这边喝冰水了 它就是童年味道 专麦就是为了吃童年的味道 榴莲炭 现在这里你看 我们 它这 今晚睡一个camp 自己大的 你看那个 榴莲 这个榴莲炎的 负责人 你看那个 割草期推啊 推 这样子割草就可以了 很方便 因为它地够平啊 所以还可以把它割到 美美 清清解解 很简单啊 所以这里的camp 每个意志不一样啊 你看那边是掌上这样 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然后我表哥更给它是一个人军船那种 然后就大影棚 就睡在里面了 然后等下我的是在这边 你看现在它的camp已经大好了 刚刚好在门前面 从前面这里 走就走出来了 超爽的 好像连在一起这样子 我的也是好了 我的是 小可爱 这个更可爱啊 这一个人睡的 这个不能带老婆来啊 这是一个人 它是军船 然后在上面 它就是这些坦进去里面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可是很帅 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 或者去榴莲啊 或者钓鱼啊 你都可以用 吃榴莲了 D24 这个刚刚跌下来了 今天就马上开起来吃 哇 超美的 你看这个肉 先吃榴莲 这是在盐里面跌下来的 现在这个是D24 你看 我一开起来就有一棍 那个酒味啊 D24 它那种子比较大 你看软软 已经成熟了 我吃先了 吃了吃了 嗯 够苦哦 好吃 哇 你看这个人 D24不好就是 它肉上面很好吃 下面这里边边 就还是会有点半成熟 可是很好吃 很有酒味啊 你看 哇 露营啊 在榴莲园就是好咯 所以以后啊 来我里面露营啊 就吃榴莲 可是我没有D24 不好意思 这是D24 挺热很好哦 现在我们在那边 休息 黑一下 你看老板在那边 请我喝这个 Ginger Turmeric M-Zine 欸 蛮好喝一下的 现在这里我发觉到 有这个珍珠漆 两只 这个珍珠漆 抓一个种 抓不到他飞上去 他晚上在树上面睡觉 他晚上飞上去树上面睡觉 他晚上飞上去树上面睡觉 隔壁现在也是很多人的大CAM 所以我们不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这里 在这里区 我们全部都是我们的CAM 然后还有对面那边去 现在全部人往外移啊 坐到外面 因为里面太多蚊子 蚊子啊 苍蝇 所以啊 我来到这里啊 我要赶今天的影片 可是还好是气氛蛮舒服的 坐在这里 有一点微微下移啊 所以还是蛮凉下的 只是缺点是蚊子蛮多的 欸不是蚊子 苍蝇蛮多的 可能因为我们吃榴莲的关系吧 哇 还有 来到这边还有日本蜜瓜吃 啊不是蜜瓜 不要紧我吃 还有蜜瓜吃 很好吃耶 这个日本蜜瓜 啊 这边还有日本蜜瓜吃 哦好吃啊 现在大约差不多六点四十二分 差不多要七点了 天也开始要暗了 所以要开始起火 做些BBQ啦 你看我们现在camping啊 都不懂是 要用火炭煮东西 还是用gas煮东西 可能用gas已经煮好了啊 火炭还没有起好 我在坐到一半突然间啊 我在BBQ吧 爆一绳 榴莲掉下来 两粒啊 多大粒榴莲 掉在那边 听到很大声的 可能下一次喊啊 有榴莲掉了 有什么买吃的 其实我什么都吃 我母亲都吃 猪辣就是米 可以吗 可以猪肉可以吃 猪肉啊 这是猪肉吗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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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被简直到在那里 咱们 Mul 我们老板在旁边要开咖啡店了 我在旁边 吃完我们汉堡包 现在来吃辛拉面 小碗 小碗 一楠一口 再烤鸯肉串 刚刚好 来露营了 就是要吃 �еч耶 Meggy面 太爽了 隔壁的營地竟然在那邊烤榴槤 哇,很香 哇,很美耶 整個黑到完了 裡面是什麼?燒燒的啊? 燒的啊,熱的啊 你先給我拿一個啊 哎呀 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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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咖啡味啊 燒的 燒的味 嗯,不錯耶 哇,你看冒煙啊 你看,哇 哇嘍 想像那個,吃那個榴槤的口感啊 真的很不錯,它測去啊 它熱熱這樣,然後測去整個味啊,很暖和 然後它少了那個刺的味道啊 所以,它整個好像變成那種吃奶泡的那種感覺 蠻不錯,現在烤榴槤,我是第一次嘗試 現在我們周圍全部下雨到晚了 真的是,多災多難 可是很舒服啊,冷冷的 各位早安,現在下來了 我的裝潢超暗的 你看,現在不能夠起來了 所以我在裡面 還暗暗的 這棧很吵齁 大家可以看到差別,你看 它棧裡面多麼暗 外面已經這麼亮了,你看 你看,蓋 才從那邊跌下來,我們就撿過來放我們 這邊 那這邊人家,它有養雞啊 有養魚啊,然後 一個很好的環境 哇,這個肝腰啊 你看這個,長的 打卡扳醬我們這樣 哇,泰國的種 吃早餐哦 吃日子耶,還有喝 來,我們廚師 天天早餐就這樣子吃了 你看那個承煮雞 好多蛋啊 哇,超多 嚇到我 在這裡還可以喝紅豆冰,超爽的 現在開始了,要收拾了 現在兩點多 收拾好了 超熱的 現在坐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沖個涼就回去了 看著那個,你看 前面的榴槤樹啊 看著那個貓山王樹 好啦 今天不知道在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